大家好,歡迎各位來到我的吹水台 我是Chris 近來有觀眾問我會不會去清宮荔三鬥車 也有不同的觀眾問我會不會去清宮荔三鬥車 荔三就聽得多了 那我自己從來都沒有去過荔三鬥車 如果說真的粗圈數 我只踩過創新 現在創新我想都比較少人粗 如果要粗的話都是去清宮 有機會的話我想都會去清宮玩一下 不過鬥車呢 我就想我是不會去那裡鬥車 去那裡體驗一下就算了 跟著人鬥一下圈 我這個人就不是太著重輸贏那些 那出來鬥車你是有一個目標的 有一個勝負才會鬥車的 其實提起鬥車呢 我都有一個疑問 就是我們如果出到來 例如說踩清宮 例如說踩清宮的荔三鬥車 有些人會在荔三鬥車 那怎樣才為止叫做贏 怎樣才為止輸呢 因為我沒有踩開清宮我也不知道 其實有時候我自己出來踩單車 例如說現在套公這樣踩單車 都會有些人會自己當你是對手 然後他就以為你在跟他鬥車 之後去到某一個地方 他就會很開心 以為自己贏了這樣 但事實上呢 其實不是跟他鬥車 只是自己踩自己 然後他就誤以為你是他的對手 當他過了你之後去到那個目的地 他就會覺得自己贏了 這個就是踩單車的時候 比較常見到 就是被人覺得是鬥車 但其實我又不是鬥車這樣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試過 不知道你們明不明白我說什麼 就是出來如果是打籃球的話 one on one 三個打三個 例如說計多少分 入到多少分 多少球就算贏 但是出來踩單車 如果是想跟別人鬥車 我有沒見過的話 真的會有人直接開聲 喂 鬥不鬥車 誰最快去到圓州仔就算贏 我就沒見過這樣 但是如果 如果是不開口問的話 又不知道對方 是不是真的想跟你鬥車 踩單車的人 不懂得心靈感應的 所以提起鬥車 都令我想起這些 其實我有時候 踩套功 就是這條的單車徑 由孖橋那邊踩回圓州仔 我踩一下都會遇到不同的車手 試過不少次都是踩到圓州仔 那些車手就會這樣過你 過完你之後 他們會很開心 做一些動作 一些好像勝利的動作 很開心的 但問題就在於 其實你沒有在跟他鬥車 他就會自以為 即是不以為 即是不以為 你跟他鬥車 就會有這些狀況出現 例如說我踩到創新公志 然後踩回圓州仔 那我就規定了我今天 踩的速度是30 那我踩到30 那在過程中 是過了一個人的 那一個的車手 就在後面 一直跟著你 然後去到差不多圓州仔 他就會過了你 那就很開心 做一些勝利動作 這樣 所以有時候 有些車手是跟著我後面的話 我都會想 他是想一起踩 吃一下風味 那樣 還是想鬥車呢 不過就算我這樣想 我其實都是 我都是踩回自己的速度 那我踩單車 就不太著重 那些輸贏 一定要爭到第一番位 例如說上次踩六頸 是否遇到一位的外籍車手 那時候是遇到那位的外籍車手 我追上去的原因 就是很難得見到有人 那試下追上去 看看他會不會跟上來 如果跟上來的話 就有多一個人 可以一起踩 開心點 那很幸運 那個外籍車手是有追上來 還有有一個位 下車的時候 他是不是過了我 然後又開始上車 那我就慢慢追上去 其實我知道那一位的外籍車手 他上車的時候 是特地等我 他有收慢一點 我看到他 那時候我看到他有轉頭的 那我都慢慢踩回去後面 然後就一起踩 我就喜歡 我就喜歡這一類型的車手 互相協調 一起踩 那回到400米的頂之後 我那時候其實有一段 有一段 有一個位我是剪走了 就是我的外籍車手 他想跟我一起踩下去 不過那時候我就拍片 所以沒有跟他踩 如果沒有拍片的話 我想我也是會跟他踩下去 因為那個方向是一樣的 他也是踩回去 大家都不是著重輸贏 不是著重哪個最快去到終點 而是個過程 大家一起踩得開心 我就喜歡這一種類型的 不過鬥車的話 在一個安全的地方 切磋一下大家的實力 都真的很好玩 在一個安全的情況下 當然 那今天這條片就來到這裡了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條片再見 我們下條片 九大片 最後一次 我們下條片 真的為了 你們 我們下條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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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受傷 我們下條片